謝謝韓院長 是不是我們可以請陳院長上台 請陳院長被選 王委員好 恭喜你當選立委 好 謝謝院長 院長我們今天是要用科學的方式 而且很客觀的來探討 這個民進黨執政八年這個實案的問題 那這個封面叫做總檢討報告 我請教院長 整個報告我看 總檢討報告八年只有九頁 但是我看不到檢討 這通篇裡面沒有任何的檢討 但是卻對了馬政府時期 提了非常多的實案事件 這個有點離題了吧 院長 沒有 我有檢討 我有說我們未來要怎麼精進 但是通常實案是不斷的精進 那我們要看我們在過去的八年 在檢討過去八年 你有檢討是不是 檢討了什麼可不可以院長告訴本行 剛才我不是在我的報告 如果詳細看 我們有兩件還是系統性的問題 我在文章裡面有寫 但是呢 這個兩件系統性的問題 我們要來比較說 到底有沒有所進步 我們要看有沒有進步 所以我們就比較前八年的情況 怎麼會檢討前八年呢 要檢討當然是 你任內在八年 你要跟自己做比較嗎 檢討八年前有意義嗎 好來院長我們切入正題齁 我就讓你看到說 你這八年到底有哪些實案事件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看齁 我覺得民進黨這八年齁 實案問題有兩件事情 我覺得做得最不好 一個是源頭的控管破功 為什麼 因為在馬政府時期不會這樣做 但是在蔡政府時期呢 開放了很多 從源頭民眾有疑慮的物品 繼續開放進來 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就是美豬 還有萊劑的美豬 直接進口進來 另外一個在日本災區的這些食品 有核輻射的風險疑慮的食品 也把它開放進來 另外還有什麼 農藥竟然是放寬殘留的 你的標準 另外一個 禁用的國泰銳 從禁用變成是開放 這個本習現在是在告訴你齁 所以請院長先不要插謊 第一個就是源頭的部分破功 你從源頭的管控 變成源頭的開放 另外一個的破功是什麼 加強查驗的部分也破空 包括這個雞蛋分譜你的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超標 這個當時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實案事件 另外還有去年 我們看到美豬進來之後 改標西產地 這個問題也非常的嚴重 還有現在的蘇丹紅 正在燒的蘇丹紅 這是你邊境查驗 沒有查出來 從源頭這邊沒有守住 然後讓它放進來 這個問題也是非常的嚴重 還有今天很多人提到的 台中驗出來有一包台糖的豬肉 含有瘦肉精 但是呢 我們現在整個行政系統 包括民進黨的委員在打擊的是誰 是第一線的食安人員 我們所有的查驗 加強查驗最需要是什麼 是食安人員 結果這個事件 為什麼讓食安人員委屈落淚 就是打擊到食安人員的士氣 所以我要說民進黨這八年執政 在這個源頭的部分 沒有守住 還主動開放 另外在查驗的部分 也查得不夠的徹底喔 接下來我要直接問院長請的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 我要先請教你美豬的問題 院長我們是不是互相可以回答 我沒有問的時候當然就不需要回答 我沒有問的時候當然就不需要回答 不是喔 我有請問院長的時候才要回答 不是什麼呢 規定是這一個時間是兩個人共用的 委員有問院長的時候你才需要回答 我沒有問你為什麼需要回答 跟院士報告一下 跟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專案報告 所以是官員委員 共同使用這許答十四分鐘 所以 所以我也可以回答 是 所以現在我還有問題要問你啊 我問你的時候你可以回答 不是 這一個詞就是我可以回答 本席問你喔 剛才你講的 開放 開放 美豬進口 馬圖頭的時候說開放美油進口 那你剛才講的這些 原本管控 我覺得你這樣不公平啊 因為剛才講的 兩邊都可以回答 請回答 本席問你問題 為什麼不回答呢 112年進口多少美國豬肉你知道嗎 1.15萬噸 多少 1.15萬噸 是 換算成是我們台灣的豬的話 你知道大概有幾頭豬嗎 我不太清楚 這個不是我的專業 大概有9萬多頭 那我就問你 這一些豬肉都到哪裡去了 這個豬肉當然就是 肉產品啊工廠啊等等啊 都會使用啊 都會使用 都有標示出來嗎 這個美豬都要 需要標示 都有標示喔 對 是喔 好 那請回答本席的問題齁 去年就是消機會 消機會去年他自己在市面上 查了289件 他去抽 這些所有的加工品 沒有一件 標美豬 沒有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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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所有 有 奇怪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 我剛剛已經講過喔 你進口的美豬的數量 是高達一千多萬公斤 等同是九萬多頭豬 這樣的一個數量 結果在我們的市面上 沒有一件我們的加工品 有寫豬肉 標示豬肉 是美豬 這合理嗎 這合理嗎 更別忘了 去年的十月爆發出來的 就是把美豬都改成什麼 標加拿大豬 已經被查出來了 那這件事情在去年十月 這麼嚴重的時候 這個檢查 那個我問一下這個部長 你說要去改善這樣的情況 現在改善了多少 當時開放美豬進來 行政院信誓旦旦旦 清楚標示 這個是你們管制的原則 結果現在市面上 完全看不到美豬 那清楚標示跑去哪裡了 那個 消極會去查的 只不過其中一部分 那他沒有 沒有查到的話 就是他沒有查到 其他部分 當然有 因為我們有 這個輸入之後的 那你提供給本席一個報告 這一千多萬公斤的美豬 流向到哪裡 你現在可以口頭報告嗎 譬如說是到哪一個加工產業 還是有到軍方 還是到哪裡 這些美豬到底流向是哪裡 可不可以有一個約略 你現在就告訴本席 我想就是說我們 會後 委員一個報告 那現在部長你掌握多少 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民眾有資的權利啊 我知道說 這個有這一個來追蹤他的流向 但是到哪裡去 我不會背起來 大致的你都沒有掌握 譬如說變成是加工品啊 還是是什麼樣產品 不可能背這種東西啦好不好 不可能背這樣的東西 美豬進來 美豬進來 他會有不同的銷售的管道 其他的管道 五花八門 你要一個部會所長去把它進去 你總舉得出幾個類型吧 譬如說去做水餃 做肉包 還是去進到哪一個系統 我想我跟委員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 整個豬肉的進口裡面 那美國豬肉大概佔比是 大概十二 大部分的豬肉 現在是第三大 美豬現在是整個進口的第三大 加拿大是將近四成 然後西班牙大概兩成五 然後美國的話大概是一成一左右 大概是這個數字 第三大 現在目前進口 因為國人習慣先食的肉的部分 都是溫體豬肉比較多一點 那大概八成 大概有七成的豬肉 都是用溫體的方式 那其他的是加工品 那加工品的部分 所以都到加工品區了 大部分的進口豬肉 都到加工的一個系統 那現在改標的問題有沒有很嚴重 你的意思是說美豬都進到加工系統 但是按照我們的選案法 進到加工系統 你的原料還是要標示是美豬 那為什麼蕭基會抽到的樣品裡面很多加工品 還是看不到美豬這樣 我想那個是產地標示的問題 那產地標示 因為不同國家進來的話 它根據它的標示 它會標示它的來源國嘛 那剛才衛務部長所提到就是 蕭基會只是抽檢一些部分 沒有抽到表示它那邊沒有 那你可不可以提供本席就是有標示美豬這些產品 到底在哪裡 還有本席要求剛剛部長說 你竟然都有掌握所有的流向 我要知道這些流向到哪裡 然後是不是還有繼續改標標示不實的問題 這個是石安國人非常關注的 那去年十月才爆發有嚴重的改標 把美豬都改成加拿大 那今年到底情況是不是還是一樣 還是在你們的稽查之後已經有改善 那本席要一個完整的報告 那改標的提醒是我們主動去偵測出來的 改標就是改標嗎 不管是主動偵測出來 那就表示我們在石安的廣告上 就是要積極主動去發現有這樣的功誤 那結果沒有清楚標示 變成是改標 那業者改標是業者的錯誤 第二個蘇丹宏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 中央源頭管控石林邊境查驗破工 直接讓它長區植入 就是從境外直接進來的 目前有一千七百五十公斤全台流傳 到目前為止 這是最終的數字 還是數字還要繼續上升 到底目前為不不掌握多少 目前有二十一家 進口的是有問題的產品 那所以我們這二十一家 通通都已經禁止進口三個月 那已經過來的 因為之前的話 又沒有百分之百抽批的 所以那些部分我們現在正在在後續 那你們現在只查半年 只查到半年 為什麼只設定這半年 如果說過去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抽驗 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大量失控的情況 還有更多可能是不合格 在市面上流竄 你們為什麼目前只清查 近半年一百七十二批 還會再往前追查嗎 我們會繼續追查 好本期要求要繼續追查 因為這個不單純 這個表示他有大量 其實都是還有致癌物的蘇丹宏 已經大量進到台灣裡面 這個實案事件 我也要求你們必須要徹查清楚 另外一個今天很多人提到的 台中的這個實案事件 院長你是盛騎士 也是中研院院士 還擔任過中研院的副院長 但我剛剛在聽到 你在答覆民進黨委員的時候 你是先射箭再畫吧 你已經心中 你已經心中有心證了 你就是認定這件事情 就是實驗室污染 是不是 我 委員我可以回答 可以 給我完整的時間 你有沒有認定 這是實驗室污染 是不是 你剛剛的答案 本期聽起來就是這樣 現在 我們所有的肉品檢驗 不管是在飼養場 屠宰場 或者是賣場 都沒有檢驗出來 西布特羅 而西布特羅進口以後 只分佈在24家的實驗室 那 而且所有的檢驗 豬肉有的 就只有在台中市政府 這個實驗室的那一塊肉 不是台中市政府實驗室這塊肉 他們是到國防部的福利社區抽檢出來的 所以他抽檢出來以後 其他的同一批的豬肉 通通測出來 是測不到西布特羅 現場然後我糾正你喔 同一批的豬肉裡面 你知道嗎 台中這邊 三百多公斤裡面 當他們要再一次回到福利社區抽的時候 他們通通都已經賣光了 他們已經賣完了 所以他們這一批裡面 你這樣子的推論會不會太大膽 我們有履歷溯源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哪一個是同一批 所以 所以 院長現在就是認定這就是實驗室汙染對不對 你回答本席就好 你已經認定這就是實驗室汙染 這一個可能性 我排除掉其他可能污染的來源以後 我們知道說 就是台中市政府實驗室的這一塊豬肉 撤得出來有西布特羅 那請問這個西布特羅從哪裡來 你如果是科學家 你一定要知道二月六號二月十九號 中央復驗還有審查實驗室 那你同一塊豬當然撤得出來 流程如果沒有問題 你做的是同一塊豬當然撤得出來 流程是不是沒有問題 檢驗的流程是不是沒有問題 部長你回答 上架之後是沒有問題 但是上架之前我們不知道 對 你說檢驗的流程沒有問題 我在問你實驗室檢驗流程有沒有問題 檢體的流程 二月六號說沒有問題 你現在要改口嗎 上架之後沒有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就要講 前處理要開始查 前處理要開始查 是 那現在真相未明的情況 院長你急於定調 一定就是實驗室污染 我只問你 這樣子對第一線實安人員公平嗎 公平嗎 科學的證據 專家學者會議開完了嗎 還沒開完 結論出來了嗎 還沒有 但是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我們今天在立法院 回覆 所有的議員 所有的議員 院長已經定調 就是實驗室的污染 這就是典型的先設計 再化 讓院長已經定調的時候 然後專家會議要怎麼開 專家會議還需要開嗎 還需要在經濟查證嗎 院長都說 哪一個地方出現問題 才會有 這個就是實驗室污染 院長 這就是科學 所以你就是定調真實驗室污染 對不對 你已經定調了嘛 對不對 我都覺得 只有 這一個實驗室的 你一直在 在給我貼標籤 我說只有實驗室的這一塊肉 是你的回答讓大家有這樣的看法 是你的回答讓大家有這樣的看法 實驗室的這一塊肉 檢查出來 最後我讓院長看一下 實安人員的眼淚 我這張圖要告訴院長 實安人員 查棄實安中央地方一條心 今天不應該是回過頭去打擊實安人員的事情 我沒有打擊喔 委員你這樣講話我不同意 今天第一線的人員為什麼要落淚 我們中央的地方是合作的 因為他受委屈 故意挑撥離間 謝謝 謝謝王委員玉敏的諮詢 再次跟院會報告 這次是專案的實安問題的報告 採用疾問疾答 要拜託